各位同学好 大家好 今天我有看到同学们 把一些东西播在群组里面分享 不管哪一种内容 我都要告诉各位 所有东西都值得去尝试跟看 像那个漫画也好 像那个同学从日本那个诊所里面的贴的公告 贴出来的内容也好 我都希望各位尽量去尝试解读看看 它并不难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习惯去读 不习惯 所以你会觉得看到字一堆 你就会觉得很难 那你看到那个 日文所有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看得懂 然后多半都是这样闪过 你就把它搁在一边 我是觉得这样是有一点可惜的 我比较希望各位可以练习拿来看一看 我随便举这个鸡讲这个漫画的东西给各位看 我先分享画面给各位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各位 你不要担心看不懂 查字典你也要把它看懂 慢慢的慢慢的 你说老师 我不见得 全部能够读懂 那怎么办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不踏出第一步 你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到那个 他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所以我比较希望让各位完全能够体会 到底他在讲些什么 你慢慢的去解读他 我以那个漫画那个 因为他比较短 我待会再举那个 同学拿那个医院里面的那个内容给各位看 他说第一句 我们先看到下面 好第一句 讲的说 这边最上面那一句 我们讲过 拉这一个接续住词出现的时候 他有几种可能 所以他可以接下面那一句 各位看这两句 其实这个地方 他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如果真的用日文表达的方式来看的话 这两个漫画的对话 其实他是一句话的 这个我们讲过 接续住词之前 我们稍微提过 接续住词 拉出现的时候 前后 他一定是句子对句子 基本上 所以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5G是指 我家 或者是 里面 我这边 这样的感觉 你注意看 好 各位看 一样 先看 注词的部分 一样 我要告诉同学们 不管你读什么东西 你就养成习惯 我只要有注词 我就先 把它 框起来 我 框起来以后 我自然可以把句子缩短 然后 知道他断句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 我们慢慢的 理解的这些东西 等你养成习惯了以后 这些东西你不框都没有关系 你会很自然的 做出这样的动作出来 各位看这一个 他讲的意思说 虽然 我 我 我这边 他可能他是老板 也可能 是工厂的 负责人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总是 一个负责人的角度 他在讲说 虽然 我们 也是 隐秘的状况 很厉害 厉害 不是 好坏的问题 而是 觉得就是说 很严厉 因为 经济状况 不是那么好 所以 情况并不是 非常的好 可是 难道 不管怎么样 这边又用到刚好 我们刚刚学过的 实义 所以这边用 何度か 出せる 各位看 这边或是 感觉上 好像是 实义型的感觉 せる 我们 很容易 马上判断 就是 实义型的感觉 但是 对不对 我跟同学 这边是 实义型 还是怎样的一个运用 各位注意看 这边 所以 这边应该怎么样翻译 比较好 你要注意 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一定要大量阅读 你不大量阅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 被 那个直觉反射 干扰 我们一看到 せる 就直觉 告诉自己 这个就是实义 好 你现在用实义的概念 去判断 它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变成了什么 在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翻译 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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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练习看 让他出出吧 让他付出来 好 总是不管怎么样 想尽各种办法 也要让bonus提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 是 好我问你吧 那这样的话 他的原型是什么 阿瑟鲁的原型 他怎么变出来 我们现在开始在读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练习回推 我要练习回推回来 要一直练习回来 老师是不是达士 是是达士 达士是什么 五段动词对不对 对 如果是死意 他应该变成什么 是一达他西魯 什么 达他西魯 达莎西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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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达加西魯 应该是第一变化加西魯 但是它现在出现的是 所以这个变成了能行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被骗的 所以我们在讲变化的时候 要非常留意就在这个地方 尤其是我们对于可能死亿 因为看到salure的时候 马上就会被干扰 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 是不是 所以这边应该是什么才对 可能行 但是它这个地方又很炒焰 我们讲过可能行 它的住持应该用什么 用的 才对 它这边并没有改变 用咖而是用O 所以会让我们判定说 它很可能就是死亿 而不是什么 可能行 知道吗 所以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可能行 可不可能用咖 只不可能用O的问题 是可以用的 如果按照这个漫画所写的那样的话 照正常来讲 它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用O 是不是可以成立的问题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们要去读看看 你在读的过程里面 你才会发现到 为什么这边会这样 如果你不去读它 我们永远就认为 反正都大概没有错 看这一种漫画 看这种漫画 我们 当然 当然 看过去读懂 大概就好了 因为 博君一笑 就OK 同学讲的没错 但是 如果 我们在解读它的时候 真正要认真读它的时候 你试定 就必须 很用心的把每一句话 都看懂 而要看懂它的时候 你只能像这样 去解剖它 对不对 把变化全部 弄出来 跑一遍 你就知道 问题在哪里 两个问题 可能行出现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欧的问题 所以 如果它的 日文的用法 没有错的话 再告诉我们 用 可能行用欧 在某些场合 也是可以成立的 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 这边 我现在 没有办法 百分之一百 肯定告诉各位 为什么它这个地方 可以用欧 理由是什么 唯一的理由 就是因为 它是 它动词 直接用这样来用 所以 这个时候 它应该 要翻成 怎样 比较好 虽然 我们公司 的状况 有一点 严峻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我总算 能够 拿出一些 bonus 来给各位的意思 它在讲的 应该是 传递 这样 那如果 换个立场来讲 能够使 大家 有 bonus 也是一种 讲法 但是问题 它不是用 这个地方 就是 比较尴尬的地方 在这边 多了一个 沙 的问题 我的感觉 有两种可能 一个 是不是 它在 打字的过程里面 少了 的沙 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 用嘎的时候 我们就 马上可以判断是 可能行 因为这边 用实义行 跟可能行 这个两个句子 都是可以 成立的 一个是 讲说 我总算 好不容易 能够使 大家 拿到bonus 是不是 另外一个 是我 总算 可以 给大家 bonus 照理讲 可能行 应该用嘎 当对象 才是对的 而不能用欧 但是他敢用欧 所以 只有两种可能 现在我们 所读过的 文法里面 并没有用欧加 可能行 的架构 出来 所以 这个地方 是必 有必要 再做 确认 我可能会 再找时间 跟日本老师 讨论一下 这种用法 在日文里面 算不算 合乎 正常的用法 这个部分 我先让各位 了解 有两种可能 如果用欧 后面这个应该是 大沙西路 如果是用大沙西路的话 我会 直觉的反应 是告诉我 前面那个欧 应该要改成 嘎 所以 这个地方 应该 嘎 加上 大沙西路 这个才是 可能行的 用法 这个是 欧 加上 大沙西路 一个使用 一个可能 最大的 断方 是在 欧根嘎 这个地 因为它是 五断动词 所以 很麻烦 那如果 如果不是 五断动词 的话 德路 如果是德路的话 它也不可能 那样 所以 这个部分的变化 是不一样 所以 我先让各位 了解 这样的差异 可以 听得懂吗 没有问题 老师 我的想法 因为它 这个是 始于漫画 漫画是 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 好像 似乎都 不太 不太 遵照文化 来 来这个 那 作者 是不是 也是 这样子的 再来一个 感觉到是 打杂尔路 有时候会 简化成 打杂尔路 有没有这个可能 再来一个 这个 欧 打杂尔路 是不是因为 刚刚老师 提过了 我这三个看法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的想法 但是老师说要再去问日本老师 那当然是最好 谢谢 这些东西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那个基本上 我要 既然要教各位 了解的话 我当然是希望 那个 越精准越好 对不对 不能 不能 就是 就是用 随便的感觉 带过去 就算了 所以 这个部分 我先把我的看法 跟想法 告诉各位 正确的 文法上的概念 只能用 这样才能够让它 区隔的很清楚 因为 我们很难 一言 就判断 它到底是实意 还是可能 所以 为什么我讲说 这边会有陷阱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 我 最少 最少 我要先让 同学们 很清楚的 了解到 日文 他在 加上 这个地方 的时候 这些变化的 基本动作 是不能 随便的 论文法 来讲 但是 刚刚大哥 讲的 也没有错 日本在漫画 以及年轻人的 语言里面 会省略东 省略西 所以 我刚刚才讲 如果是 实意的话 应该是 欧加 打 杀 如果是 打 杀 的话 前面正常来讲 是因为用 杀 才对 但是 是不是有 欧可以 加 杀 我刚刚跟各位 讲过 我一定会在做 确认 因为 日本人 日本人 是不是 有这种 用法 这个就 牵涉到 所谓的 语感的问题 我们没有 办法 用一个 外国人的 角度 来看 这样的 东西 然后 就认定 他是 怎么样 才对的 好不好 我比较 希望 有 例外的 我们再去 记住 没有的话 基本的 原则 不变的 规则 就是 现在 各位 看到 欧加 打杀 这样的 用 可能性 基本上 标准 用法 一定是 有没有 欧加 可能性 我相信 有可能 但是 是不是 百分之百 是不是 每个字 都可以这样 是有问题的 我想 一定 有问题 但是 我希望 各位 学会的是 先学会 欧加 打杀 这样的 感觉 你比较 容易 掌握住 他的 基本变化 最少 你用 欧加 打杀 跟 欧加 打杀 绝对 不会错 这个 我敢 跟各位 保证 这样 了解 意思 就是说 本公司 最近 因为 状况 非常的 严峻 我 好不容易 总算 能够让各位 拿到 BONUS 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能够提供出 一点点 BONUS 给大家 所以 他才会有 必要去 各位看 各位看 为什么 我要跟各位 讲这些 因为 我看到 这篇文章 的时候 他用到 很多 什么 我们讲的 接续住词 因为 接续 接续 住词 我们 我们上次 讲过 所以 在这边 他在 出现 很多 这边 一个 这个就是 接续住词 我们刚刚 讲过了 现在又 出现了 一个 KEDO TAKEDO 又是 接续住词 所以 在这一种 出现 频率 这么高的 接续住词 里面 我当然利用 这个机会 顺便让各位 了解 了解这些 用法 各位看 老板就跟 员工讲 你看 老板讲说 我 厉害 厉害 但是 什么时候 ボーナスを出せ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我总算能够提出一些ボーナス给各位 本の気持ち程度です 各位看哦 这边本の気持ち就是 仅仅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这种用法 我希望各位把它学起来 好 这个是老板在发东西给人家 或是你送东西给别人的时候 可以这样用 本の気持ち程度です 也就是我们在讲对话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用法 就是这只是我紧紧的小小的心意 本の気持ち 紧紧的心意 的程度而已 所以这种用法 希望各位了解一下 这个是通常给别人什么 优优 那种法律的东西给人家给或是礼物的 或是钱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这样 这只是小小的心意 可是怎么样 那样的感觉而已 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另外用什么 为什么我跟各位讲 我们不要去 直辈那些东西 那个绘画的句子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用比较恰当 再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我送人家礼物的时候 我跟对方讲说 这只是很出招的东西而已 小小心意而已 你也可以讲 那个就是 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怎么样用 但是各位要记住 osomotisama 不能用在钱上面 home no ti moji 这个用在bonus 我包红包给你 toshitama等等 所有东西都可以 包括礼物都可以 包括礼物都可以 我跟各位都可以 但是osomotisama的话 这个 通常都是指礼物比较多 这个都是礼物 这些东西 比如说sashire 或者是 优优 我带来给人家吃的东西 我出去玩 带回来的 土产礼物 这个都是 你可以讲 osomotisama 你也可以讲 这个都可以用的 那我要告诉各位 你这样讲的时候 对方就会回答 arigatou gozaimasu 他说 老板跟你讲说 这是我小小的心意而已 当然员工就是 谢谢你 对不对 好 我再来看第三句 这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那各位要知识到 timojiteto 这是怎么样架构出来的 那同学告诉我 timojiteto 名词 符合名词 对 符合名词 符合名词的用法 我们就知道 它可以直接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 home加上no no加上kimojiteto aketo 本来是keto 我们讲过 接续助词keto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就要知道 它是怎么变化出来的 好 你注意看 这个是keto 口语 等于keto 等于文章集的 keto 所以这些用法 前面如果出现 名词跟形容动词的时候 不要加上 什么 才可以加keto 或keto 或 这些东西 这是对等 所以当我们了解 这些用法的话 你自然而然 就知道 以后所有的这些绝续 就是要用句子 加上 这些接续助词 所以名词跟形容动词 要成为句子 一定要加大 没有大 不行 这个就是 它的 基本文法的规则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希望 跟各位讲说 你一定要慢慢 习惯这样的 练习方式 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当你了解 这个是一个 富儿为名词 名词加名词 用诺 hol这个字 我们都 会想到 本来的本 hol这个字 暗示就是 本来的心情 也就是说 小小的意思 这个特殊用法 他通常不打漢字 holの気無き 这个字 可以寄起来 也就说紧紧的心意 小小的心意的意思 接着第三句他才讲 小球 他说问我怎么样 那是什么 你 哪是你 只能有什么 我跟我一看 他说你只能吃什么 再来 接着再讲 你不懂我意 让各位看 各位看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文法上的一个运用 这个 对不起 这不是 他问说小球军 BONUS NANI ZUKAU ZUMAO 这个 ZUKAU 动词圆形修饰后面的名词 ZUMAO 算的意思 照正常来讲 BONANA君 我主语 BONAS NANI ZUKAU ZUMAOO 你打算用在哪里 这个君表示 对人的昵称 NANI ZUKAU ZUMAOOO 这个用法 读法 各位要注意 这边 我们讲过 从这个字 后面加他行 那行 搭行 的时候 要念NAN 对不对 所以后面他加注词 NI 表示 对象 用在哪个点上面 打算 动词圆形 修饰后面的直摩里 表示 他是名词 他说 苦 你苦 他 他 带 哪 到我们 他说 我想要 吃 肉 另外他突然感觉到 你去豆腐母义 这边表示本来就是只想吃肉就好 品尝一下后面他说 如果多的话我也可以吃豆腐加肉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他再摸一摸 钱包钱袋里面bonus的袋子的时候发现 他说不确定的这边出现了 代表着句子中间表示不确定的用法 他摸一摸袋子感觉到 我应该只够吃豆腐 那样的感觉 所以各位看 你不要小看这么短短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句 但是 他 recon 所以我们愿意的 给我们计划 我们学过的 你学过的 他ERT 我们学过的 很多东西 在这边都出现了 我一直希望各位都读多读多读多读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各位多读多读多读 然后ares 就在这边 各位看这一个第一句好了 名词加助词加形容词 对不对 形容词一直接修是名词 名词结束用です 完整的句子加が 接续助词 你有没有看到名词加形容词 我们讲过 多半都是用わもが 对不对 足语的概念来讲形容词 所以わも わが没有用到 所以他用も来替代わもが 是不是 再来 なんとか表示不确定 名词加助词加动词 本来可能行要用が 但是他现在用お 然后动词原型修是后面的口都名词 名词再加助词再加动词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 我们在解读的过程里面 你不断去练习 不断练习 你就会熟练18种接续的规则 当你熟练这18种接续规则以后 你对于句子的理解能力就不一样 熟能生巧就在这边 一样的道理 本の気持 这名词加名词变成复合名词第18个接续方法 在名词加名词第一个接续 aget 我们讲过接ket 的时候 名词就要加打 用句子来接ket 这样的用 是不是 所以各位看 我们在讲变化的时候 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反复练习 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在讲 arigatou gozaimasu 再来他说 konala君はbonus nan ni zikau zimori 动词原型加zimori 所以你的bonus 照理讲bonusがnan ni zikau zimori ni ga wa ni的句型都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bonusはnan ni zikau zimori 你打算把bonus用在哪里 你也可以用bonus nan ni zikau zimori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o用bonus zikau o zikau hasami o zikau 我使用剪刀 所以怎么样运用 我要不要强调 在这个地方 坦白讲 我觉得是用o会更好 两个wa 到底哪一个族语 为什么用gah 也没有关系 大小族语的概念 不过大小族语 gah 当受词的时候 我们讲过 gah多半 后面会接五种限制的 表示能力好物存在那一些 才会用gah嘛 是不是 所以这边照正常来讲 省略了一个oh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要把钱用在哪里 是不是 这样的感觉 自然 你就可以把它 连结的 完整 我所谓的完整 刚刚 大哥讲的一样 有些省略的部分 我们曾经讲过 日文的注词 要省略 基本上 三种机会最多 第一个 足语的省略 对不对 wa gah 对不对 第二个 对象的省略 o的省略 第三个 一问词的 他的省略 这是最常见的 所谓的口语化的时候省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省略了o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来 你猜我 我们讲过 太这个字 一出现 代表是 说话者的欲望 所以 说话者想说 我想要吃肉 你猜豆腐 我肉加豆腐 也不错 那一摸老板的bonus 发现 恐怕只能吃豆腐 那样的感觉 可以吗 这边 这八句 同学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可以请问一下 你说 那个bonus 他这个地方这样用的话 可以吗 bonus o怎么样 bonus o datsu koto ni shimashita datsu koto o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可以 就是以老板的立场 他说 就是把 决定把 那个bonus 拿出来 这样子也可以 你简单的 这样讲 你变成 bonus o 对不对 对 datsu koto ni shimashita 对 是不是 对 ni shimashita 这样的意思是什么 bonus o datsu koto ni shimashita 就是 应该怎么翻译 老板决定 老板自己决定 把bonus拿出来 对 就是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是吗 是吗 对不对 对 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 拿出bonus 对 拿出bonus 对象跟间接对象 嗯 间接对象是这件事 对不对 直接对象是拿出bonus 对 做了 这件事情 我已经把bonus拿出来 是OK的 在文法架构上 是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 你在表达这个的意思是说 我是老板 我把bonus已经拿出来 这不一定老板 这不一定老板 对啊 小七分 bonus o datsu koto ni shimashita 我把bonus拿出来 给我太太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哦 那 用你 拿りました 跟用你 shimashita 如果以老板的角度 来用的话 用shimashita 是我做 是是我做 对 哪路是自然转变 一个是带有人为的动作感觉 一个是没有的 嗯 所以你看前面的 你拿你吗 你拿你吗 表示变成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 能够拿出来 我不是在讲动作 而是在讲 bonus能够发出来 这件事情 在讲事情是抽象的 是讲事情 而不是讲动作 那后面那种 思路的话 是讲动作 哦 我把钱拿出来了 我做这个动作 对不对 对 这个是 我 总算能够 把bonus 能够给大家 这件事 他是讲事情 这个是讲我的动作 动作 做那个动作 对对对 你拿你吗 各位要记得 你拿你吗 都是讲事情 自然转变到那种状态 嗯 好 老师 这样子我了解 谢谢 OK 其他东西可以听懂 老师 请说 请解论一下 嗯 在日本常常常听到 这个到底他真正的含义是 他他住处是做什么样 那不是只有说 说只有说减减喝是什么样子 没有 本来是正常标准的翻译应该是 虽然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 美味けど 我都可以这样讲 比如说 美味けど 后面我没有讲 后面隐藏的是什么 一定是逆阶的 逆阶的 对 相反的 美味けど 后面隐带的是什么 好吃是什么 好吃是好吃 可是 很贵 那日本人 你这一次去日本有感受到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大哥我想听听你的感觉 是 我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 因为第一次 第一次真正开口 说 说 非常少的日语而已 还是不敢 还是不敢说 有时候常常到最后会就会讲吃日语 他听到我日语不好 他就会英文就出来了 哦 自然然就会 就会讲英文 但是讲的话不多了 还可以免讲 还可以通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一次去 你有没有感觉听力会比以前进步 有一点点哦 对不对 对老师 很抱歉 这没有什么 因为 我是比较建议像你这样出去玩 尽量去那个 然后你刚刚问的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到日本人动不动就是一直会 在鱼尾就出现 是 有些人有这个 这个时候 有些并不一定 一定是逆阶的 我会不是逆阶变成口头惨的 是啊 我是觉得有点口头惨的 没错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就像这嘎的意思 对对对 有一点 虽然他跟嘎一样 都带有逆阶的感觉 同时他有一个什么 语气的转折 没有意思的 是 这个就是我要请教老师 好像鱼尾常常出现 对 在口语里面经常出现 而且有些人直接把这个当成停顿的用法 他要带鱼尾 我想吃 可是怎么样 是不是一定负面 不一定 现在鱼尾的用法 有时候 他并没有一定都是负面 不是相反的 不一定 是 就跟嘎一样 他慢慢就等于嘎的感觉 嘎我跟各位讲过 他是不是有两个 句子 第一个 他是逆阶 第二个 是什么 这两个用 你只要就不翻译 逆阶就翻译 虽然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 带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 接续注释 在使用上面 越来越 原因就在这边 了解 了解 谢谢老师 反正 多出去日本几次 你就越来越敢讲 真的 一定要多去 不用担心 慢慢 越听就会 投越多 这个绝对 需要时间 练习 练习 造句最重要 不断的练习造 不断练习造 大量读 大量造句 然后 慢慢的 你就可以增加自己的 这一些 预感 出了 这个是 很重要的地方 其他同学还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 这八句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举 那个 那个文章的部分 给各位看 我会小段就好 你不用看太多 他讲 点科诊所那边 预约的时候 评则上 他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各位 你去读 读看看 你就知道 你说看到一大堆字 你就不想读 不要 你读看看 你读看看 那边也是一样 我举这个例子给各位看 你不要以为 很难 我举这个例子 我举这个例子 就知道 你不想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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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干这样 我只是把那个严格受诊 那个给患者的话 18案是那一个 我举这个例子给各位做参考 各位看这一篇 你不要看到这个就被吓到那么长 然后你也不敢去读 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用 它也不会很难 这个最主要 我是要让各位了解 同样的东西 漫画 以及正规的这一种公告式的文章 你说老师会很难吗 我可以告诉各位 通通不会 为什么通通不会 因为他必须要 不管是漫画也好 这个也好 等一下 我就跟各位讲 不管是 那一种 那个 漫画也好 这一种 用法也好 各位注意看 因为对象都是一般人 所以他的用字措辞 我可以告诉各位 绝对不会很难 他的句子结构 通常都不会非常的艰深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必须要老少嫌疑 每个人都能够读懂 才有他的意义 要不然 有些人读不懂怎么办 是不是 好 各位看 他这边在用的过程一样 一个词 一个注词 一个词 一个词 一个注词 一个词 一个词 一个注词 有没有听到 很少修饰 好 第一个修饰是这一个 必要的 检查 好 所以你看 必要的检查 我们讲过日文在修饰的过程里面 他基本上 所有的用法 一样都是 你看这个也是 第二个修饰的 全 这个字 全部的意思 修饰后面的 那个中疗 好 什么词 来同学告诉我 什么词 副词 对嘛 副词修饰中疗 过去是 对不对 过去是 用被动 被动是在修饰名词 对不对 剩下的 剩下的你注意看 这边又是一个 朝 这个字 修饰后面的名词 最后面 O 这个 第二变化 加 する 再加 帝行动词 加动词 就这样而已 所以 这些东西并不是很坚实的内容 不会的 各位看 原俗 原俗 として 原俗 とする する 变成中止形 贴形 原则 做这个原则 原则上的意思 但是台湾的学生 都是喜欢 として 直接这样背 我们讲过 ドする的话 ドいう ド思う ド考える 是不是全部都是引用 做前面这个 做原则 也就是原则上来说 好 よやくの ほ 这个不是应该用ほ 他在讲人 这个地方 应该什么 ほた 对客人的竞称 我们讲 あの方 对不对 有预约的人 優先 となります 对不对 了解了 好 原则上 有预约的人 是 優先的 这个 还是接续住词 但是他在这边 你要不要翻译 虽然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 不重要 你先翻后面 好 医师的检查 有必要的 必要的 医师的检查 所进行的 必要检查 全部 完了 被完成的 患者 优理 优理是 比起这个 这些人 比起这个 跟这个相比的话 预约时间 比较早的 这些人 这个也是一样 早以后 或者是 他打正 一个讲人 一个讲方向 但是在这边 我是觉得用人 应该比较好 有预约的 早以后 他的意思就是说 预约时间 比较早的人 我们会依序 云望就是依序 然后会叫名字 再一个一个进来检查 所以这边 有没有看到 O 加MAS 第二变化 加SRU 这个就是 我们经常用的 谦逊于的用法 O 加上什么 MAS 再加 或者 SRU 这个就是 直接讲 SRU SRU 这个就是 谦逊于 的用法 另外一个就是 O 加上 MAS SRU 再加 NARU 还有 KUDASAI 这个就是 尊敬于 的用法 这两种用法 希望各位 不断不断的练习 要记住 我要告诉各位的 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漫画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各位要先学会造句的能力 你有了造句能力 你去到日本 真正出去玩的时候 你才敢开口的 我跟各位讲过 你要开口 绝对需要勇气 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自然而然就敢讲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第二个 我们 在整个 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现在 只要看到 印刷屏上面 有字文字的 你就尝试着读看看 读得越杂越好 什么叫越杂越好 你看到杂志 你也拿起来读 看到传单 你也读 看到公告 你也读 看到小说 也读 所有东西都读 你不断在读的过程里面 你就训练出自己解读的能力 第二个 你的单字才会广 你才会体会到长体进体的差别 你看漫画的 因为 他是亚俗共赏 所以他的用字措辞 很随便 但是各位不要忘了 医院里面的这些公告 因为 患者 都是你的客人 所以他用字措辞 就全部用进体 而绝对不会用长体 而漫画全部都是用长体 绝对不会用进体 除非有上下隶属关系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有了这样的观念以后 我跟各位讲 你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你才会 破大你的接触范围 长体进体 你都演练过了 你到日本去 不管人家跟你讲长体 或是讲进体 你才能够很自然的听 不用急 但是我就是希望各位 每一次有机会去日本 你都在进步 每一次你去 你都听到 看到 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而不是 只是单纯的观光馆而已 你可以学到 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都必须要靠你自己 慢慢的 敏感的 去练习 开口 开了口 还是你的 没有 都是别人的 这个就是 我希望各位 慢慢去调整自己 像各位这样 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学习 我真的跟各位讲 那绝对是 好事 真的 绝对是好事 所有的东西 都是 用这种模式 你慢慢慢慢的 去接触它 你就可以 看到 不一样的日文 而且 会进步的更快 这个就是 我希望 在各位 让各位 了解到 为什么 我今天要 利用 这个时间 让各位 了解一下 原因就在 这边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 讲的 希望 看到什么 就学 看到什么 就学 不要排斥 因为 我举个例子 很感谢 同学愿意 分享这一种 所谓的漫画 也好 以及 医院的这些 张贴的公告 各位 不要忘了 我们 难免都会去医院 你去医院的时候 你怎么样 了解 他们的做法 在这些 说明上面 你读了以后 你就可以了解 就跟我之前 跟各位讲的 你去到日本 在观光景点 你先把外面的说明 先读过以后 你再走进去 我相信 你看到的是不一样 了解了吗 所以 你看这边 也是一样 他的一个词 一个注词 一个词 一个注词 的排列模式 其实是算 单纯的 你了解以后 你就可以 知道 我应该 怎么做 日本看 医生 他们是怎么看的 你就知道 所以 做法 很可能 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 这个 你就可以从里面 学到 新的 观念 新的 做法 而不是 用我们的 感觉 去 日本 看医生 那是 不一样 这个都是 学习 可以吗 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这个我只是 带各位稍微读一下 你要 自己去尝试 看看 同学都已经 po上去了 如果 你有余力 有时间 最好 把那一些 你有兴趣的部分 全部把它 读一下 花一点时间 读一读 大概 知道 就可以 当然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像刚刚 那个漫画的部分 你看懂 就跳过去 就不要 理它 可以吗 不需要 像我们 今天这样 一个字 一个字 去解读 那是不对的 像那个 公告 也是一样 你读过 看懂 就好 那 有没有 必要 去 一个字 一个字的读音 全部弄会 我坦白跟你讲 没有必要 除非 你觉得 那个字 你想要 学起来 那你就 花一点时间 查一下字典 把它记起来 就好了 没有必要记的 统统不要记 包括看杂志 也是一样 你看懂了 就跳过去 不要去 赢他 可以吗 有没有 老师可以请问一下 你刚才那个 后面 直接用 shimasu的话 就是 yo b shimasu 不是就已经是 谦逊吗 他为什么还要 再用 shite orimasu 没有 orimasu 是 黑一如的 一如的 谦逊语 不谦逊 加谦逊 才能够 一个 balance 是 teiru 是 yo b shiteiru 就对了 对对对对 哦哦哦哦 他 他 他 又的 俱语不就是 oru吗 对对对 那我的意思说 其实他用 o yobi shimasu 他不是就是 谦逊吗 但是 他 要表达是 teiru 的 句型 哦 他不是单纯的 o yobi shimasu 当然我直接用 o yobi shimasu 就是我会叫 但是 teiru 表示 进行 持续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持续的按照号码 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我会持续一直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所以他是 teiru 的句型 的 那个 谦逊语 的标准用法 对不对 好 那这样我了解 谢谢 同时要记得 我们在所有使用 变化的整个过程里面 各位一定要牢牢记住 为什么还要变一个teiru orimasu orimasu 等于 yimasu 等于 iru 所以 因为前面 变为 谦逊语 所以你后面 iru的部分 也要跟着变 谦逊语 才可以 这个就是 日文在变的过程里面 你要前后一致 你不能只变 一部分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可以了解 可以 谢谢老师 OK 老师 orimasu 是不是有点除续的意思 除续 因为基督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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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是這樣來的 這個字的變化是一路的變化 而不是跟前面有關的 前面就是O-MAS形CMAS 對不對 CMAS變成K型 因為兩個動作 K型加動詞加動詞 了解了 謝謝老師 所有的變化 各位要記得只有這樣一個基準點而已 所有的變化不管怎麼樣 就那三種變化 不斷的活用 這些變化的基準點全部在哪裡 18個接續 對不對 18個接續 你掌握住以後所有的東西 你就全部不會亂掉 不用擔心 100%不會亂 我們只要掌握住 這一個基本原則 你大概就可以全部掌握住這些的變化 他不會亂跑的 他的變化規則就是固定 了解了 這個部分同學要記得 你有什麼問題 不用客氣 你不用管別人 你就一直問問到全部懂為止 就一直問 我是希望同學們不斷的問 不斷的問 你才能夠發覺到新的東西 你才不會死板板的去 去那些東西 我為什麼要這樣跟各位講 像大哥 如果你記得 從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我曾經跟你講過 你在看那個 規劃的課本 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 盡量不要去讀規劃課本 因為你會想要用背的 對對對 那現在你慢慢就可以體會 我當年為什麼這樣跟你講 其實當年沒有很久 只是疫情前而已 對不對 對對對 你現在自己會造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背那些東西 唯一的功用在哪裡 你一定要知道 那樣的句子要用在哪裡 與其那樣去學 不如看漫畫這樣 比如說像這個 本的感覺 但是 對不對 以後這樣的句子 你就知道我要給別人禮物 或者是錢的時候 包個紅包送給人家的時候 我就知道可以用這樣的句子 了解了 這個東西 是需要去感覺的 因為 繪畫會有層面 所謂的層面 什麼樣的狀況下 什麼樣的對象 我講什麼樣的話 這才是符合 變化的原則 了解了 還沒有問題 同學還沒有什麼問題 我發現班上同學 真的很多人 進步蠻多的 真的 都進步了 現在 唯一的問題就是 同學們 同學們開口 講話的機會 還是 不夠 盡量 練習 造句 盡量 練習 表達 那天 你會變成 好 然後 我發現 那天 太多 那天 我沒有 做到 變成 最后一个例句 这个讲完之后 我们紧接着就带各位走进被动式的用法 而被动式的用法 里面又会带到所谓的可能性的用法 那些东西我在被动式里面 会详细再跟各位讲 这种东西都不要赶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 慢慢的你能够全部把它弄懂 我们把那个进阶日语读本的这些东西 全部学会之后就完整 里面我们当然之前也有带各位 走进所谓的接续注识的 注识的用法跟各位讲 以后也会讲得更详细 让各位了解 好我们先看这一句 先把这一句解决掉 再说 好一样 不管是读什么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们先把注识全部框起来 当你框起来以后 你养成习惯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现到 差异性在哪里 最少我把句子缩短了 这边还出现的接续注识 一样 各位看这一个例子 一样我先把它读音全部框起来再说 那个赵正成来讲 同学要自己去练习拼音比较好 各位看 我们讲过 动词原型加托 很多同学就直接背这个 就代表怎么样 于是怎么样 好不好 当然不好 我要各位记住的是什么 各位看 思路是不是动词原型直接加托 我们讲过 他就等于什么 必怎么样 就怎么样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希望同学做一样记 思路是不是做 我一做某事就怎么样 所以他是不是等于衔接的时候 于是的感觉 于是怎么样 做了这个动作就怎么样 不就是一样吗 所以我宁可各位 用最单纯的方式去记忆 这一些规则 而不是去背 是的 或是怎么样 像那个刚刚那个 也是一样 很多学生就直接背 这个东西都一样 其实意思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些基本 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如果用背的 我会背不完 因为爱多 你会背不完的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可以不要背 尽量不要背 我在整个接受的范围里面 我能够记住的 我把它弄得越单纯越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样 我是不是只要记住一个动词原型家 偷就表示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一做 于是就怎么样 猫の子 猫の子供らは しばらくびっくりしたように 这些猫的孩子们 足语 我们讲过 日文能够代表 复述的 有三种样态 要记住 第一个 就是一个词加达 第二个就是一个词加达 第三个就是叠字 第三个可以全部代表复述 与一些例子给各位看 他这边讲 子供ら 表示孩子们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彼ら 他们 我 我们 一样 这个都是 顾数 我 我 私 我们 一样 あなた あ あ 你们 老师 有没有 彼ら 比较少用 不是每个字都可以 泡进去 你说老师 那这样 我怎么样判断 没有办法 只有一个方法 就叫多读 你在多读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看到 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 再加上 ともたち 一样 这都代表复述 好 叠字是什么 我 我 叠字 两个我 一样的道理 一路一路 色色 各式各样 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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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样 也是各式各样 一路一路 人人 心 都 各个地方 那都是别字 各位要记住这个记号 这个记号代表重复的意思 现在的年轻人写一个字二次方 那样的感觉是一样 各位要知道这个字 是从中文 引用过去的 这个部分 各位一定要了解 它并不是日文 它是中文 但是我们忽略掉了这个记号 代表别字 所以我希望各位了解 日文里面 代表复述的 有这三种样态 比较成见 各位要记得 好 再回过头来看 这些猫的孩子们怎么样 细节 瞬间 短暂之间 刚刚讲过 Naru跟Suru 他们吓到了 他们做出那样的动作 我们讲过 主观的感觉 好像吓到的感觉 不见得每个人 都会这样判断的 所以 右打 受打 一样的道理 这边用右逆 修饰后面的动作 所以才用逆 我们讲过 右打 受打 右打的时候 前面一定要用什么 圆形 加 右打 受打 圆形的时候 语词 我们讲过 现在的很多变化的接续 各位一定要用广义的概念 来思考它 什么叫做广义的概念 也就是说 圆形 以动词来讲 代表着是 不断 同样的 他行 也是 圆形 最后一个 否定形 也是圆形 否定形 因为是 nine 你视同为 形容词的 圆形 是 一样的 所以 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 在思考 变化的时候 各位学到 现在为止 只要用到 圆形 各位 必须要 用 广义的 圆形 也就是包括 无断 包括 他行 包括 否定形 全部 都可以 加在 右打的 前面 了解了 这边 有没有 问题 没有问题 好 各位 再看下面 这边 就是 实义形 出来了 好 他说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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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的 猫 句子 对 句子 接续 助词的 用法 他有可能 两种概念 虽然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 或者转折 我们讲过 接续 助词 的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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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两个含义 一个含义就是转折 没有意思的 另外一个就是逆接 虽然怎么样 可是怎么样的用 然后兼须住词表示 拉在前面放的是句子 如果他的前面放的是单字 的时候加拉一样 他代表两个 一个代表足余 另外一个就是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 无主限制 表能力好物存在 期望跟状态的时候 才能用嘎 所以刚刚为什么 我讲说可能动词 就是要用嘎 原因就在这边 所以让各位了解一下 怎么样运用 关键就在这边 所以各位要了解 我们这边用嘎出现的时候 待会儿再说 到底他应该表示 转折 还是逆接 我要告诉各位 各位要养成习惯 前后句全部读完之后 再来判断这个 到底应该是 转折 还是逆接 了解 好 这边我要问各位 谁做这个动作 谁做这个动作 小猫的孩子 小猫的孩子们就小猫们 他们是怎样 互相看看 然后 我再问你们 后面这个 谁 过了不久 然后怎么样 立起上 谁立起上 应该是那些 也是那些猫孩子吧 对啊 没有错 这些猫 看到外面的动态以后 短暂之间 好像吓到一样 然后互相 看了一眼 然后 紧接着 所有的小猫都怎么样 站得起来吗 是这样的感觉吗 了解了吧 明拉就代表全部嘛 所有的猫 全部站得起 耳朵竖起来 连相看 一下 然后全部站得起 这个就是 描写猫 在他的窝里面 那样的动作感觉 这个就是 阿瓦西德 使他们 他们相互之间 所以你说 阿瓦西德 怎么翻译 这边很难翻译的 你要观众 使他们怎么样 对不对 当然有问题 谁指他们那样 他们被惊吓到自己 不自觉的顾看 己眼 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我们在解读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绝对绝对 不能 绝对不能 准备 而且翻译绝对不能 一个字对一个字 那是不可能存在的用法 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 我们在解读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样 用前后去 让自己能够体会到 每一个单字 他在这边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我在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样翻译比较好 这个都是练习出来的 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自然而然就可以转换出来 不对 不可能 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东西都是要读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 读出来的 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这一句 最后一句 没有 他比较难的地方 只是这个翻译的部分而已 翻译的部分 应该怎么样 比较好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这边如果没有问题 我跟各位讲 我们词译 词译译的部分 已经都讲完了 到此告一个段落 也就是告诉各位 我们这一本 进阶日语读本 已经讲到 否定跟那个实义 已经都讲完了 我希望各位 有时间再把这边全部复习完 了解 那被动 等下一次 再接着再讲 那 再接着讲 被动 今天剩下的一些时间 我要告诉各位 就是 那个 另外一个 东西 要让各位 学习比较重要 就是接续注词 学习比较重要 就是接续注词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接续注词这个分享的画面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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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把它放大一点 让各位方便看 这个 很重要 因为今天也碰到 几个 例子 都跟接续注词有关 上次 我有跟各位讲过 那最近刚好把这个 做了一个总整理 因为牵着到变化的部分 我要让各位 能够一口气把这14个接续注词 能够全部记住 各位注意看 接续注词 它基本上区分的话 简单区分 只有这四种类型 那各位要记得 瞬接表示 因为怎么样 所以怎么样 它有三个比较常用的句构 就是 て から 跟 ので 我们曾经讲过 て代表一个动作 接一个动作 接一个动作 做完这个动作 接着做下一个动作 から ので 一个主观 一个客观的用法 然后 逆接 最复杂 逆接 全部 有 所以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六个怎么样用法 他必须要花一点时间 去了解 什么时候用 が 什么时候用 demo 什么时候用 none 什么时候用 monono 什么时候用 dokoro de 什么时候用 kere okere とも 等于刚刚我们讲的kere と 也等于 けど 所以 他 那个只是省略而已 再来 病例 所谓的 所谓的并列 代表着kere 一个东西 跟什么东西并列 t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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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u naga 这个东西 都是同时动作的 所以各位要记得 并列 有这三个 瞬间 有这三个 然后最后的脱根八 表示假定 实际上这个之前我们讲过 假定还有两个就是 还有一个是 所有假如怎么样就怎么样 总共有四种 那四种对比 我们之前讲过 但是 这四种对比里面实际上只有两个是属于接续注词 另外两个是属于副注词 跟这边是不一样 但是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对于 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了解 这些东西 这么多 总共14个 我们讲过 这14个 GAA结构 他基本上的记忆原则 接续注词的基本概念是句子加句子 中间放一个接续注词来帮助他们两个 这14个就有一点点像 之前我教各位15个注词的用法 你必须慢慢的把这些变化 这些用法全部都记住 你才会用 以往 我很少教同学们 把所有的注词 全部一口气 学完 因为 我担心 同学们会觉得 很难 我要坦白跟各位讲 的确很难 但是 你不去接触他 将来就会产生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你不会用 所以 我最近刚好整理出来 发现到 他有一个现象 是什么 就是 他全部的变化 可以整合在一起 所以 我打算利用剩下的一些时间 把这些变化的规则 让所有的同学全部记住 而这个部分就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这14个注词 你就全部都会使用 你说老师 这些14个太多 我背不起来 我可以告诉各位 慢慢记 这些全部都要记起来 我告诉各位 这里面14个除了 monono之外 剩下的 てからのでが てものに どころでけれども し たりたりする ながらとば 全部都是 检定考试 N3必须要会的 内容 这些东西 我们在解读的过程里面 你一天到晚看到 我们刚刚看了多少个贴行 刚刚看到了多少个 が 刚刚看到了 kere keto 刚刚看到了 全部都是这里面的运用 我们几乎 脱里部聊这14个 注词的使用 所以 无论如何 越快越好 把这些变化的规则 全部记住 怎么样区分 这14个 我把它分为三类 同学注意看 待会下课以后 我会把这个 讲义给各位 你看 我用 て て た 红字的部分 表示 这是变化 相近的 第二个 naga ら 这两个用黄色框起来的 剩下的九个完全没有框 那个表示这九个变化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这九个的变化规则 你只要记一次就可以把这九个全部记住 所以 怎么样去记 各位要记得 k形 t形 naga la ba 都是 单字的变化概念 剩下九个全部都是句子 的概念 就这样就对了 这五个单字的变化 我先教会各位 我们先从 ba 行开始 现在各位要记住 你只要签这道接续注词的变化 你就必须要考虑 是种词性 我怎么接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形容动词 我怎么接这些变化 你会了 这些东西就全部没有问题 了解了 好 各位先看 我刚刚讲过 先把单一变化的 先记起来 这里面 我们都学过变化 全部都学过 利用这个机会 顺便跑一遍 复习一遍 各位都知道 老日文的贴行 他行在动词变化是一致的 所以贴行跟他行 放在后面再讲 贴跟tamo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不管贴或tamo 它的变化是一致的 好 不一样的地方是 nagala跟ba 所以我们先从b跟nagala开始 复习起 各位看 b形的变化 表示假定 假定型的时候 五段动词用第四变化 加ba 上下段去路加雷 咖变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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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过在学变化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 咖变 咖变 用圆形 加雷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到 除了五段之外 其他后面接着 全部 咖变 咖变 下一个形容词 还是雷 行动词 也是用第四变化 这个k的概念 等于第四变化的概念 不是吗 等于第四变化 加雷 跟这个 一样的概念 所以 我们以后看到 八形变化 你马上就有 这样的感觉 好 再来 剩下 名词跟形容动词 没有变化 直接在后面加 nara 我们讲过 nara 等于nara 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 后面 才为假定型 我们才会有 tobatara nara nara 就是 这边来的 了解了吗 这个变化 八形的变化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再来 第二个 八解决了 我们再看 nara 这两个 都是单字 他不是句子 所以 nara 的时候怎么变 nara 各位要记得 我们学过 主动作 在后面 表示 一边怎么样 一边怎么样 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 吃饭是主动作 所以一定要放在后面 所以一定要放在后面 所以 在变化的时候 用第二变化 是不是 所以变成 tabina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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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段 去ru tabina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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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二变化的规则 对不对 好 各位要记得 道理讲五段动词 日文动词用第二变化 表示他名词化 名词化以后 再加naga 照正常来讲 形容词 应该要去掉一 才可以加naga 但是在这个地方 形容词是 例外 要特别注意 他是直接 用一 没有变化 原型 直接加naga 表示同时的动作 名词跟形容动词 跟动词一样 用名词化的概念 直接加naga 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地方 要记得是形容词 保留一 加naga 这个要记住 有没有问题 这变化的部分 因为我们学naga 多半都只学 五段动词跟上下段 kabin sabin 形容词 形容动词名词 很少用到 各位要注意 可以哦 变化 要记住 这边 为止 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两个 没有问题 以后 k 跟 他形 的变化 k形 我们讲过 日文的动词 不管k 或temo 各位要记得 五段动词 音变 也就是 kui sisi 5字入 这个规则去变 对不对 用kui sisi 5字入 去变 后面加上t 或temo 那因为 比音变的时候 有可能变成t 所以 他也有可能temo 然后 再来 上下段 记录 直接加temo kabin kite kita 对不对 sisi d sisi ta 一样 这个都 没有差别 好 形容词 y 要变成kui 才 可以 加t 或temo 名词跟形容动词 就要转为t 中子型的概念 所以这个变化 t形的变化 基本上 用中子型的概念 来产生 变化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t ttttt 只有名词跟形容动词 用ttt 这边 动词五段 还有t 其他全部都是t 可以吗 这边的变化 有没有问题 老师 请教一下 五段 因变那个 kui 跟 慈禧 跟 跟 a 鲁 那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 呼的话 变成 e加t 诗变成 c 加t 五支鲁 变成 处音 加t 所谓的音变的规则是在这边 我只是让各位复习一下而已 了解一下 了解 谢谢 了解 没有关系 一下子忘掉 都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我要提醒各位 让各位 复习一下 原因在这个地方 可以哦 好 没有问题的话 他形的变化 也是一样 因变 一样 他还是用什么 不语 施细 不知如 的变化 加上 kari kari 对不对 过去式的概念 这个就是等于过去形的概念 对吗 加 kari 的概念 所以 上下段也是一样 去如直接 k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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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跟 黑形 完全一模一样 对的 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各位要注意 形容词就不一样 名词跟形容动词也不一样 因为一个用kari 加触音tari 一个用kari 加触音tari 好 这边全部都是tari t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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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动词tari 要特别注意 只有这一个是tari 刚刚那个dai 名词跟形容动词也是tari 但是tari的时候 只有五段动词才有tari 鼻音变的时候 剩下的全部tari tari tari 不用怀疑 绝对不会错 100% 这个就是 他跟tari 不一样的地方 提醒各位 基本上这三个 这四个变化 ma nagala tari tari 同学都比较熟 剩下刚刚我讲的 9个 其他的9个 kara no de ga no ni mono けれども dokoro de si to 这9个 其他的变化 刚刚讲过 这9个全部用句子的概念来连接 而句子的概念 变化全部用圆形 所谓的圆形 所谓的圆形 我们讲过就广义的圆形 要记得 也就是包括乌钻 耐形 还有 耐形 也就是 他一定是完整的句子 那我们讲过 那我们讲过变化的时候 动词跟形容词一果 动词用圆形 形容词就用圆形 而形容词也是一一结尾的字 这就等于句子 所以 这几个 后面接续的 全部要用圆形 各位要记得 这很重要 再来 听到名词的时候 只要是名词的句子 一定要加大 或res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 像卡拉 我们一定会变成 大卡拉 对不对 还有大卡 或者 阿西 大道 这都是固定的 所以 我们知道 这些规则以后 你就很容易 把它组合在一起 对不对 这几个 全部都是这样排列出来的 你只要把这些东西 做一个汇整 你自然而然 就可以看到它怎么接续的 它不会有问题的 动词原形 就对了 好 然后 各位再看 只要是名词 全部都加大 大卡拉 好 然后这个 我把它移到后面去 因为 我把他移到后面去 因为 方便接续 所以你看 这边只要 这四个 全部都直接加 名词加大 甚至大卡拉 甚至大卡 甚至大西 甚至大道 全部 好 另外这几个 罗天罗尼归为一类 剩下这三个 再归为一类 我待会再讲 好 刚刚我们也 也讲过 全部可以归到这边 这两个跟这两个 比较特殊 待会再讲 所以 其他的变化 只要圆形 全部加这个 这个 所谓的句子的概念 我们讲过 动词 圆形 形容词 圆形 就可以当句子 名词跟形容动词 一定要加大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一定有大 有大才可以接 好 但是 有两个例外 我们讲过 名词跟形容动词 加 No de No ni 的时候 要加 Na Na no de 所以我在这边 特别标注 例外 所以 这两个 我讲过 例外的例子 就归在这边 那两个是例外 他一定要加 Na 所以这个 你把它记起来 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个 mono跟Dokoro 都是名词 两个 两个都是名词的概念 所以我们学过 日文的形容动词 加名词怎么加 就是加Na 那名词加名词怎么加 就是加No 所以名词加No 加名词加Dokoro 这根monono 形容动词加Na 加Dokoro 这根monono 所以我才把这边 做一个区隔 你就可以 一口就